天平藏滿月,在農曆三月中到三月尾,對各位上星或太陽雙子座的朋友,你們自身整體運勢會怎樣呢? 每一期星雲最後的六個星座,我都不會去做星本分析,但今期我特別優待你們,因為我都想說少少theory 今次的天平藏滿月,AS上星的軸,剛好在雙子座的29度 然後你可以看到全部的行星,除了月亮,全部的星都在上方 我們稱為一個圖案的藍邊,即是在你們的上方,在你們的藍邊 除了這個月亮,唯一一粒行星月亮,就是這個IC族的四貢 這些東西會導致雙子座有什麼影響呢? 還有,看一看你們的守護星,主星,水星落陷在雙魚和,加上你們自己在雙子這個公位裡有一個金星 我們稱為一個逆向的互融,叫一個reverse的mutual reception 或者叫一個negative的mutual reception 詳情是什麼呢? 我早前的星盤分析,你們可以找回hashtag 《塔前亂藍星盤分析》4月初的,我分了5部份 我不知道是第4部份,即是第4部份有提到的 無論如何,延貴盛轉,但我現在只剩下這兩個星期左右 由滿月到農曆三月尾,雙子座 所以,你們去做好,去carry out很多的plan 一開始都是威脅小,還有懶得是快 不想,都已經走去做 但最後,中途你們就會停下了 然後,很大的原因是,因為自己想得未夠周長 第二,就是因為你們病了,你們需要休息 所以這些plan,是會... 中途要被迫停下 第三,可能你們最近只顧著拍拖 或者,如果你們是以為人父母的話 你們要照顧小朋友,尤其是因為小朋友病了 所以,很多事情你們想去做的時候 都是會中途被腰斬 中途殺出這些情偶感去阻礙你們 但當然,如果是想著拍拖 都是值得開心的 如果小朋友真的不是病 但你純粹是跟他們多花時間一起 都是值得開心的 其實小朋友真的比較容易病 雙子的父母要小心一點 OK 無論如何 所以呢 是不是只剩下這15天 什麼事情都不能做呢 當然不是說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難道吃飯喝水也不行嗎 我是說,如果你們有新的plan 要去carry out的話 那就真的 其實是有大空日的 大空日有大空日 也有大吉日 如果想知道這些空日和吉日是什麼 因為這裡我是用了一個 我們叫Horory的Astrology 用了一個Horory chart去看一下 究竟什麼時候是好日和什麼時候是衰日 還有我講真的 如果是吉日的話 其實我連吉時都知道 要怎樣去做才可以得到這些答案呢 當你們想去 有一些新的東西去開展的時候 怎樣去擇日呢 因為其實 不要以為中式的術數才可以擇日 其實西洋簽聲學都是可以幫你擇日的 我們這些是叫做一些擇日簽聲學 兩個步驟 好 兩個步驟 第一就是讚好這個影片 還有如果是Facebook的聽眾朋友們 麻煩不要給藍色的讚好 因為我一般的藍色 真的很一般的藍色 我喜歡看到粉紅色的深深多些 紅色這些東西比較旺 所以如果大家有時去留意我做過的Live的話 永遠會見到我穿到紅蕩蕩蕩 這是我自己的一個趨運的小撇步 所以麻煩給紅色的深深的Like 或者在其他平台的 就純粹Like一個影片 第二就是去留言 直接去問我想知道吉日和空日是什麼 然後第三步我就會跟你們說 你們究竟應該趁什麼時候和什麼時候千萬不要去做一些新的Plan 一些行動的Launching 好了 還有我也說了 其實吉日裡面也有吉時 但這個吉時是因人而異的 如果你想知道吉時的話 我給五個名額 你們就鬥快去Tag 在你們現在聽到的 看這個影片的平台 就Tag兩個朋友 你們就PM我 不過我也會看到你們Tag做人 所以你們就 你們要讓我知道你們出生的年月日時 最好你可以保留下你們的Astrological chart 你們自己的升本 那我就跟你說 吉日哪一個吉時 才是適合你們去開展你們的新的行動 那如果在吉日吉時做這些事情 就真的無往而不利 OK